今天介绍超速学习 Ultra Learning 作者Scott Young 一个月掌握素描 一年学会西蒲中韩四门万语 同样还是一年时间内完成麻省理工四年的课程 这些让人膜拜的学习挑战 都有本书作者Scott Young亲身完成 超速学习这本书向人们介绍的作者及其他超速学习者 完成令人惊叹的学习挑战所使用的超速学习法 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除了持续不断的终身学习 还要掌握快速高效的学习方法 以下是书中介绍的九种法则 帮助每个人成为超速学习者 原则一 规划学习 预设学习结果 先为学习勾勒一幅蓝图 首先认真思考学习的目的 设置学习目标 由目标来确定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投入整个学习过程的10%的时间来做学习攻略 了解可用的资源 他人的经验 学习的重点 明确学习动机 让学习具有强烈的目的性 反复思考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如何完成学习 举例来说 如果想成为一名自媒体撰稿人 首先以此为目标 再研究其他撰稿人的成功案例和方法 需要学习哪些具体的技能 然后构想出完整的学习计划 决定训练的方向 原则二 全程贯注 专注投入学习 想要在学习的时候保持高度的专注 需要跨越分心和拖延症之双重障碍 对抗拖延 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先从微小容易的目标开始 比如先告诉自己只需要学习五分钟 时间到后再告诉自己撑过二十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之后再争取学习二十五分钟 如此循环 对抗分心 需要关闭手机 给自己营造专注学习的环境 使用任务切换法 转换学习内容 保持专注力 控制焦虑 恐惧 挫败等负面情绪 先正式及接受这些情绪 给情绪一点时间 然后再将注意力引导回来 原则三 学以致用 直接上手去做 真正的学习 只有在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发生 以结果为导向 采用项目式学习 沉浸式学习 环境模拟训练 以及增强难度 高压训练等方式 比如学习外语 直接尝试与人进行口语交流 而不是埋头做语法 或词汇选择题 想要成为撰稿人 那么就要不断从写作中学习 而非阅读文学批评理论 原则四 反复磨练 找出弱点 不断训练 在运用超级学习法的过程中 并非一切顺畅 当出现进展缓慢 学习进入平台期 停滞不前时 这时就有必要将学习内容 详细划分 发现自身弱项和遭遇平静 分割时间 在这些方面付出额外的努力 加强认知要素 单独深入训练 还没有掌握的内容 模仿他人 放大重点 日益精进 原则五 提取记忆 用检索记忆的方式 回答问题和进行测试 努力令自己回想 所学的内容 不要通过多次的 翻书阅读来复习 放下书本 直接从记忆中 提取知识 先凭空回想 然后用笔记录 另一种做法是 做笔记时 不要记录要点 而是写下相关的问题 下次复习时 就需要从记忆中提取知识 回答问题 这些方法增加了复习的难度 从被动吸收 转为主动调用知识 原则六 意见反馈 想要提升学习效果 需要听取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反馈 反馈分为三种 结果型反馈 举例来说 如果你上传的一支视频 网站显示出的观看数量 就是结果型反馈 信息型反馈 在视频留言区 你可以看到留言中表达 对视频某部分的欣赏或者批评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 哪里做得好 哪里不好 得到具体的信息 改正型反馈 假设有一位视频制作专家 对你进行详细的指导 纠正错误 提出改进方法 这就是最有效的改进型反馈 原则七 保留记忆 用长期记忆来保留学习成果 使用间隔复习法 如果有十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 那么分成十天 每天学习一小时 而不是一天中连续学习十小时 重点内容反复记忆 将核心知识或技能反复强化 抽象内容 具象化记忆 将零散抽象信息 转化为图像 或思维导图 加强记忆 通过超前学习更高阶的内容 提升自己现有的水平 原则八 培养直觉 直觉是日积月累 解决问题累积经验的产物 将浅显的知识 深入挖掘 直至核心 可以尝试费慢技巧 假设要将你所学 分享给其他人 要如何讲给其他人听 在思索如何讲授的过程中 找出自己的盲点 梳理完整的知识体系 累积经验 形成直觉 原则九 勇于实验 踏出自己的舒适区 不断进行探索 实现知识技能的迁移 尝试不同的学习资源 技巧 风格 先模仿 再创新 不断比较方法 设置并突破障碍 将能力融会贯通 不断突破极限 有了以上九种法则 你可以不断学习新技能 提升自我 实现梦想 通过超速学习 你还可以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 体验学有所成的幸福感 探索人生无限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